大家好,又是我們 GameplayHK 原來我拍漏了一些特別的東西給大家看,在火影忍者裡面 現在就補給大家看看,就是一些特別的攻擊畫面 就像狗品對著他老公的風波臭一樣 用奧義會有些特別不同 我就會示範一個正常的畫面,以及會示範一個特別的畫面給大家看 首先就是媽媽教兒子,這個是正常的攻擊 媽媽這麼狠毒,是不是立刻不敢不交功課 以及快速讀書,考試一定要合格,知道嗎 現在要對著她老公 會有什麼不同呢,跟兒子有什麼分別呢 輕輕一掌,但也不輕,飛到很遠 這個遊戲很特別,對著愛人,情人就會有不同的攻擊 我們先試其他畫面給大家看看 接著就是西哥的鎖田和明人 大家都知道鎖田一直在暗戀明人 究竟鎖田用奧義正常的樣子是怎樣 以及打到明人會是怎樣,現在就示範給大家看看 好,我們就打到座座上 雖然座座是萬人迷 但是鎖田是沒有被他的美式吸引到的 我們再看看鎖田打到明人的畫面會怎樣 好,大家準備好了嗎 好,怕醜的鎖田 技能是照樣做到的,都是打下去的 但是最後發現原來打中了明人,就怕醜面都紅了 香倫一直都是暗戀的 都不是暗戀的,明人都知道了 究竟會是怎樣,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先拿一下明人來示範一下 普通的奧義打下去會是怎樣 爆炸符打下去,就是這樣 到你了,座座 大匙 老明 一彈一彈進去 我覺得這個很搞笑 之後就是木業園對自來也有些特別 他們不是戀人,但自來也就出了名色 木業園在明人學了一招強行 首先打到大蛇院身上 很大的威力 這招對男對女都中到 之後就打到鹹心老哲萊亞 打到鹹心老哲萊亞 最後是想咀下去 所以說好色真的出事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一點 這次的特別招式就試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這個遊戲,我有時久不久都可以來玩 看看遲些有沒有機會再見 多謝大家收看,謝謝,拜拜